欢迎收看华夏新闻 我是邓倩倩 在新闻的一开始 马上带您来关心娱乐方面的消息 台湾歌手黄丽红目前来到了Melbourne 举行2013年火力全开世界巡回演唱会 吸引了上千名的粉丝前往朝圣 整场演唱会可以说是座无虚席 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而就在演唱会的前一天 黄丽红来到了墨尔本的精华戏院 举行他的签名会 同样展现了他的超高人气 两岸三地甚至外国粉丝挤爆现场 而黄丽红也展现了他亲民的一面 现场演唱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了这一辈子去爱 深情演唱经典歌曲Forever Love 台下歌迷听得如痴如醉 台湾歌手黄丽红4月8号 在墨尔本金华戏院举行粉丝签名会 以出场粉丝尖叫声连连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当日不仅吸引了来自两岸三地的留学生粉丝 还能看到外国脸孔 不难感受到王丽红在澳洲拥有的火爆人气 华夏卫视今天来到王丽红2013世界巡回演唱会 火力全开的签名会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场已经紧记了上千名的本资在现场了 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把这个整个场地挤得是水泄不通 我们来赶快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的气氛 王丽红4月6号和4月9号 分别在悉尼和墨尔本举行 火力全开世界巡回演唱会 这次家人都一起来到了澳洲 在举办演唱会之余 也能共享天伦之乐 因此丽红显的心情特别好 爸爸妈妈也感受到了 还有弟弟厉害 我们这次有一种 family的 vacation的感觉 半工作半vacation 不过被问到什么时候会带女朋友 参加巡回演唱会 令红则是尴尬回应 好问题啊 这个问题交给 我要拍 我没有说你啊 uncleo就跑得很远了 交给上帝吧 嗯 令红多次与粉丝对话 更透露他的全新专辑 将在今年与大家见面 我还不敢说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鸿生现在也要筹备这个 这个会是我们从建立公司到现在 我们第一个发行的专辑 可是一定会是几年 整场签名会气氛愉快 二哥更加码让不管有没有票的粉丝 都能与他合照 清明指数百分百 突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挑白 王力宏悉尼汉墨尔本的两场演唱会 禁歌热舞之余 都演绎了各项乐器 展现音乐才子的才华 演唱会场场爆满 粉丝也嗨到最高点 王力宏在结束澳洲行之后 目前已经抵达英国 将于4月15号在伦敦举行演唱会 合力全开把华语流行文化带到全世界 华夏新闻没有成马浩生在墨尔本的采访报导 国际知名美妆店QS4月9号 在Melbourne正式登陆 第一家店就开在了Melbourne Central 现场众星云集 还请来了国际知名DJAndy Murphy 以及哈雷重机车队现场肇事 吸金指数可谓是百分百 五彩灯光搭配上水晶灯 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充斥着整间店 知名美妆店QS正式登陆 莫尔本第一间店就开在Melbourne Central 轻快的电子音乐让活动充满活力 KELS大手笔请来国际知名DJAndy Murphy 现场助阵 就连2011年环球小姐冠军Sherry Biggs 等外国社交名媛都来为开幕式加持 我们很厉害 这个是在Victoria最新的一家 虽然说是最小的店 但是KELS一点也不马虎 纽约旗舰店的所有元素一样也没有少 像创作人热爱机车运动 因此这场活动还特别请来了 哈雷重机车队造势 吸金指数百分百 KELS创立于1851年 源自于纽约曼哈顿 一开始以经营药房起家 标榜采用最有效的天然成分结合最新科技 调配出适合脸部身体以及头发的保养品 KELS并不注重花俏的包装 诚心专注于产品品质以及有效的产品成分 因此成功吸引广大消费者 如今又在墨尔本开店 抢供美妆店市场 来势汹汹 华夏新闻 门又陈Lucy在墨尔本的采访报导 请来看看刚刚结束的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热门电影韩战独揽九大奖项 无庸置疑成为最佳影片 最佳男女主角分别由梁家辉、杨谦画获得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众星云集的电影盛典 影帝梁家辉在寒战中精湛的演技 打败了梁朝伟、张家辉、刘青云、杜文泽 第四度夺得最佳男主角 当场与太太激动亲吻 在稍后的庆功宴中 梁家辉依旧神采奕奕 并坦言拍港产片绝不加价 如此豪爽难怪片约不断 韩战在赛前呼声甚高 最终以大热姿态横扫多个重要奖项 韩战是梁乐明和陆建青 首次自编自导的电影 两个人也是首次获得金像奖提名 并成为本届金像奖最佳导演和编剧 韩战获得其他奖项还包括 最佳新演员 最佳剪接 最佳原创电影 最佳音响效果 及最佳视觉效果奖 得奖 杨千玛 最佳电影 香港著名歌手杨千画 凭借春娇与志明 首度夺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忍不住激动落泪 更是强调没想到舞台经验丰富的自己 会如此不知所措 被问及丈夫丁子高是否介意他担任颁奖嘉宾 为前度男友郑中基颁奖时 杨千画大方回应并不介意 并回答说看到一个好朋友的成长 进步 幸福美满是他的福气 你说呢 有没有可能 郑中基 低俗喜剧 低俗喜剧包揽男女最佳配角奖项 分别由郑中基 陈静夺得 我女人 她不是劳赖 她是手 最后一回是打机 陈静 低俗喜剧 首次获得提名 并得到最佳女配角的陈静 喜出望外 坦言自己从未想过能得此殊荣 郑中基更是感慨万分 一改往日放荡不羁的形象 说自己是浪子回头惊不患 并感谢太太的不离不弃 我会继续做给大家看 多谢大家 这届的金像奖中 其中一个环节 则是张国荣与梅艳芳的纪念环节 由著名的香港歌手黄耀明 身穿紫色西服 深情地演唱了五首经典歌曲 奔向未来 烟之寇 似是故人来 何去何从 以及当爱已成往事 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回荡在颁奖里的现场 让人觉得哥哥和梅姐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 紧接着让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女汤薇的电影新作 国片《北京遇上西雅图》3月7号在国内上映之后 票房屡创新高 电影讲述由汤薇饰演的拜金女文佳佳 在遇到单身父亲Frank之后两个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幽默诙谐的剧情以及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都成功掳获了广大影迷的心 让《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票房直逼《非诚勿扰2》 有《旺刷新票房》新记录 为什么你来到西亚图 《西亚图》在西亚图 你知道吗 我爱这个剧情 我爱它 轻松幽默的剧情 搞笑逗趣的台词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 短短上映不到一个月 就开出红盘 票房 视如破竹 8块5 8块5小心别把卡里刷爆 最好的红酒再来一瓶 您这瓶还没有喝完 排着看不行吗 我喜欢那钱多少钱 我钱零付 我零付钱 加倍 金奖术由唐维誓言的富豪女友文佳佳 把奢侈品当作生活笔食品 为了取得美国身份 千里迢迢跑到西雅图待产 却遇上了由吴秀波誓言的单亲爸爸Frank 原本只是瓶水相逢的两个人 却因为文佳佳突然从富人变成了穷人 两人着喜相处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片中女主角从败金到独立自主 男主角重新找回自己喜爱的事业 两人的转变成为了电影中的一大亮点 引人入圣的剧情成功掳获广大影迷的心 片中许多的经典台词 像是爱情不是衣服 爱情是各自独立坚强 然后努力走到一起 以及Frank对佳佳说的 男人钱多钱少不重要 找一个知冷知暖的才好 等等的经典台词 更是被网友口口相传 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 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北京遇上西雅图在国内上映之后 成功击败多部好莱坞芯片 累计票房只逼3.8亿元 成为非贺岁党电影里面 票房最高的国产浪漫爱情电影 业内跟雨季 北京遇上西雅图 很有可能会超越 《非诚勿扰2》所创造的4.7亿元 刷新票房新纪录 华夏新闻没有成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华夏新闻 我是邓倩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